大家好,我是六度世界的六博士 我与小六子为大家主持历史人物 节目主要内容包括 1.爱因斯坦相对论的革命性思想 2.爱因斯坦的成就 诺贝尔物理学讲得主 3.爱因斯坦遗产 现代物理学的里程碑 那么,小六子可以先跟我们说说爱因斯坦 相对论的革命性思想 好吧,同学们拿出你们的想象望远镜 我们要穿越时空的迷雾 去观察一个头发比你们宿舍里的任何人都乱的天才 阿尔伯特·爱因斯坦 这位先生不仅仅是个科学家 他简直就是现代物理学的摇滚明星 只不过他的吉他是一支铅笔 他的舞台是一张充满方程式的黑板 爱因斯坦的相对论 分为特殊相对论和广义相对论 是20世纪物理学的两大支柱之一 另一个是量子力学 但那是另一堂课的内容 特殊相对论在1905年横空出世 他的核心思想可以用一个简单的方程式来表达 一等于mc平方 这个方程式如此简洁 以至于连你们的微博签名都能装下 但它所蕴含的意义 却足以让整个物理学界的地基动摇 特殊相对论告诉我们 时间和空间不是绝对的 而是相对的 这意味着 如果你能以接近光速的速度奔跑 虽然你们上课迟到的速度 有时候也挺快的 时间会变慢 尺寸会缩短 想象一下 如果你在奔跑时时间变慢 那么你可能会发现自己在考试时 拥有更多的时间来思考那些让人头疼的问题 而你的教授却老得更慢 这样 他就能更久地折磨你们了 广义相对论则是在1915年提出的 他将引力描述为时空的弯曲 这就像是 如果你把一个重物放在一张弹性床单上 床单就会凹陷下去 而其他的物体会被这个凹陷所吸引 滚向重物 在宇宙的尺度上 星球和恒星就是那些重物 它们弯曲了周围的时空 而其他物体 包括光线 都会被这种弯曲所影响 爱因斯坦的理论 不仅仅是纸上谈兵 它们已经被多次实验和观测所证实 比如 当日全时发生时 天文学家观察到 星光在经过太阳附近时 确实发生了弯曲 正如广义相对论所预言的那样 这个发现 让爱因斯坦一夜之间 成为了全球的名人 就像现在的流行歌星一样 只不过他的粉丝 是一群拿着望远镜和划齿的科学家 爱因斯坦的相对论 不仅改变了我们对宇宙的理解 也深刻影响了科技的发展 没有相对论 就没有全球定位系统 GPS 因为卫星上的时钟 必须根据相对论进行校准 否则你可能会发现 自己的导航系统 把你带到了中世纪的某个城堡 而不是最近的星巴克 所以 下次当你们在课堂上打瞌睡时 想想爱因斯坦 想想 他是如何用他的大脑 改变世界的 也许 你们中的某个人 也能在梦中 得到一个宇宙级的灵感 然后醒来 给我们带来下一个科学革命 只是别忘了 先把头发梳一梳 我们可不想在学术界 引起另一场革命 谢谢小六子的介绍 那再跟我们介绍一下 爱因斯坦的成就 诺贝尔物理学讲得主 当然 爱因斯坦 这位科学史上的摇滚明星 他的成就列表 比我这个教授的论文引用还要长 不过 让我们先来点幽默 爱因斯坦是那种 即使在理发店 也能提出相对论的天才 想象一下 他坐在那里 头发乱糟糟的 突然间 他可能会说 你知道吗 时间和空间是相对的 理发师可能会回答 先生 我只关心你的头发 是不是相对的 好了 开玩笑归开玩笑 爱因斯坦的成就 确实是非凡的 他最著名的 当然是相对论 包括1905年的 特殊相对论 和1915年的 广义相对论 特殊相对论 颠覆了我们 对时间和空间的理解 告诉我们 两者是如何相互关联的 而广义相对论 则进一步扩展了 这个概念 引入了引力 和区率空间 时间的概念 这些理论 不仅改变了物理学 也改变了我们 对宇宙的看法 但是 你可能会惊讶地发现 爱因斯坦的 诺贝尔物理学奖 并不是因为相对论 1921年 他因为解释了 光电效应 而获得了 诺贝尔物理学奖 这个效应 是关于光如何 从金属表面 释放出电子的现象 爱因斯坦提出了 一个大胆的想法 光可以被看作 是由粒子组成的 这些粒子 我们现在称之为光子 这个发现 为量子力学的发展 奠定了基础 量子力学是 20世纪物理学的 另一个重大突破 有趣的是 尽管爱因斯坦 对量子力学的 早期发展 做出了重要贡献 但他对量子力学的 某些解释 特别是哥本哈根解释 持有保留态度 他有一句著名的话 上帝不知头子 这反映了 他对量子世界的 随机性 和不确定性的不满 爱因斯坦的成就 不仅限于理论物理 他还是一位 和平主义者 社会活动家 甚至还是一位 小提琴手 他的生活和工作 充满了传奇色彩 比如 他在布拉格的时候 他的办公室号码 竟然是相对论 公式中光速的数字 110 最后 让我们以爱因斯坦 自己的话 结束这段分享 生活就像骑自行车 要保持平衡 你必须不断前进 爱因斯坦的科学遗产 确实让我们的理解 不断前进 即使在今天 他的理论 仍然是现代物理学的基石 谢谢小六子的介绍 那再跟我们介绍一下 爱因斯坦遗产 现代物理学的里程碑 各位同好 今天我们要聊的是 一个头发 比我这个老教授 还要蓬松的家伙 阿尔伯特 爱因斯坦 这位先生 不仅改变了 我们对宇宙的理解 还留下了一笔宝贵的遗产 让现代物理学家们 像发现了新大陆一样 兴奋不已 首先 我们得提一提 爱因斯坦的照片明星 相对论 这不仅仅是科学史上的里程碑 简直可以说是一座 科学界的埃菲尔铁塔 相对论分为两部分 特殊相对论和广义相对论 特殊相对论告诉我们 时间和空间是相对的 而且速度越快 时间流逝的越慢 这就像是宇宙间的速度限制 告诉我们别急 慢慢来 不然时间会给你开玩笑的 而广义相对论 则是一个关于重力的全新故事 爱因斯坦说 重力不是两个物体之间的神秘力量 而是物体对周围时空结构的扭曲 想象一下 宇宙是一张庞大的橡皮床单 而重物就像是放在上面的保龄球 周围的小球会朝着它滚去 这个理论不仅预言了黑洞的存在 还让我们的GPS导航系统对精确运作 没有考虑相对论效应 你可能就会再去超市的路上迷路了 接下来 我们得聊聊爱因斯坦的意外孩子 量子力学 虽然爱因斯坦对量子力学的完整性 持怀疑态度 但他的光电效应研究 却为量子力学的诞生奠定了基础 他发现光机像波又像粒子 这让物理学家们开始怀疑 自己是否喝多了 物质的玻璃二象性是如此反直觉 以至于爱因斯坦自己都说 上帝不知头子 但量子力学却回答说 不 上帝可能再玩饺子老虎鸡 爱因斯坦的遗产不仅仅是理论 还有他对科学探索精神的贡献 他的好奇心 批判性思维 和对美丽简洁理论的追求 激励着一代又一代的科学家 即使在他去世后的几十年里 科学家们仍然在验证他的理论 并在此基础上建立新的理论 总之 爱因斯坦的遗产 就像是一部科学界的史诗巨著 每一章都充满了惊奇和启示 它让我们知道 即使是最疯狂的想象 只要坚持探索和验证 也可能成为改变世界的科学真理 而我们 作为他的继承者 有责任继续这段旅程 探索更多未知的奥秘 不过 在此之前 请确保你的头发足够蓬松 以表达对这位伟大科学家的最高敬意 亲爱的观众朋友们 今天我们一起回顾了阿尔伯特 爱因斯坦的相对论 他的科学成就和遗产 相对论的革命性思想 让我们对时间和空间有了全新的认识 而爱因斯坦的贡献 不仅限于理论物理 还延伸至量子力学和其他领域 爱因斯坦的相对论 不仅改变了我们对宇宙的理解 也深刻影响了科技的发展 没有相对论 就没有GPS 我们可能会在迷路的路上徘徊 爱因斯坦的成就 也不仅局限于科学领域 他是一位和平主义者 社会活动家 同时还是一位小提琴手 他的成就和个人魅力 让他成为科学史上的摇滚明星 爱因斯坦的科学遗产 是现代物理学的里程碑 他的理论在过去的几十年里 得到了多次实验和观测的验证 他的研究和思想 激励着一代又一代的科学家 让他们不断探索未知的奥秘 最后 我想问问你们 对于爱因斯坦的成就和遗产 你们有什么样的想法呢 欢迎大家参与讨论 并提出你们的问题 让我们一起思考 探索科学的奥秘吧 谢谢大家收看 六度穿越系列节目 这个节目由媒体专业人士 科学家 工程技术人员 编撰 设计 制作 但是 这些内容并非用于 做出决策或法律裁定的基础 欢迎在节目留言区 发表您的见解 纠正节目可能存在的错误 谢谢大家收看 欢迎订阅我们的频道 给我们节目点赞 请不吝点赞